好 继续来看到国际福伦3501地区的总监 周玉婷关怀了花莲的震灾 那么与新竹的凯蒂福伦社的创设社长黄婉婷 捐赠了花莲县的消防局筛选的巡回车一辆 那么特种的搜救人员服装100套 以及新台币200万元 来充实救灾的装备以及车辆 花莲县副县长林先生表示 感谢国际福伦社3501地区 以及新竹凯蒂福伦社对花莲救灾人员无私的贡献 以及前瞻性的远光提供花莲许多的资源 这些装备对当地的抢救工作至关重要 将有助于提升消防队的救援能力 重套实在是很难免重 因为建设所有建设一定要交通 没有交通就真的是没有办法 断掉以后人没有进来就没有人潮就没有情潮 所以说这个部分我们还一直养在中央 如果赶快把所有的道路能够好做好 希望不要神罗欺人心的跌跌当 我们也希望能够绝导 都能够把他做好 然后不管是什么灾害的时候 国际福伦社3501地区 国际福伦社3501地区 平时就积极关怀花莲地区的需求 福伦时捐赠价值1200万的数位 乳房摄影以及子宫 抹片筛检二合一巡回车 让偏乡妇女相亲可以享受到更全面的医疗 还有捐赠特种收救人员 收救服装100套 都证明了人间有爱 福伦社有情 在历次花莲发生重大灾害之后 都积极展现光辉以及支持 多次进入灾区协助灾后重建工程 以捐助用实际行动来力挺花莲 记得就位花生老